2012年出道的韩国女团EXID 两年后才凭借大热歌曲Up and Down爆红 事后成员们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不过好景不长 爆红了一年多之后 队长衰制因为甲状献技能抗净症 被迫停工了两年 去年11月才正式的归队 期间由其余四名成员合力活动 到了本月15日 EXID又将推出完全体的新唱片回归乐坛 虽然组合的人气未能再进一步 但是EXID的努力跟团队精神 在K-pop的历史长河上闪闪发亮 但5月3日 EXID所属的Banana Culture事务所 突然发表声明指 与五名成员的合约将在5月底结束 当中衰制LE及惠林已与公司续约 至于Honey和郑花将在约满后离开事务所 为了他们各自的目标寻找新东家 事务所表示 留在公司的三名成员暂时会以个人身份活动 其中衰制和LE应分别拥有出色的唱功 rap实力及创作能力 今后会以个人身份进行歌手活动 而惠林也拥有多方面的才能 会进行多样化的放送及音乐活动 事务所还称 明白EXID这个组合对粉丝来说意义很大 所以成员并没有打算解散组合 强调Honey和郑花离开事务所 并不代表EXID解散 他们都只将这视为一个转换期 之后还会有机会合体活动 而本月推出新唱片后 EXID也会以5人的阵容完成宣传活动 成员们为了展现完美的演出 目前正在努力的练习中 另外EXID全员当天中午就现身人川国际机场 出发前往德国演出 看到成员们一起用同一根吸管喝饮料 姐妹情声 相信即使将来分开活动 也不会影响大家之间的革命友谊 不过由于EXID并没有一个回归或者重聚的具体计划 因此在想看到EXID合体 很可能遥遥无期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